我国古代时,皇帝是整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统治者,而皇帝说出的话,发出的命令,也被称为圣旨,是不容置疑,不可违背的。 太监颁布皇帝圣旨时,接纸的人都要低头下跪,感谢圣上隆恩,清朝乾隆帝有一次,居然给大英帝国的乔治国王发了一道圣旨,乔治看完后一头雾水,还觉得十分可笑,如今这份圣旨还存放在英国博物馆。 众所周知,因为多方面原因,清朝国力日渐衰败,但是在乾隆在位一末期,国力还算凑乎。 同时期,欧洲美洲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,虽然还未见成效,但欧洲各国国力明显增强,尤其是英国,已经一跃成为海洋霸主,四处开始侵略和贸易。 乾隆八十大寿之际,有英国使臣来到清朝,想和清朝开展贸易,而且英国使臣还带来了大量的贺礼,金智怀表和英国战舰模型,望远镜,世界地图和全世界搜集的珍贵珠宝。 在当时清朝皇帝眼里,这些战舰模型和望远镜之类的,都是奇迹银巧,而其他国家的珠宝怎么比得上大清国库里的宝贝,于是便不屑地命人收下去。 清朝的瓷器、玉器和丝绸等这些特色的中国制造,在当时的欧洲备受欢迎,可以说是奢侈品。 英国使臣此次来清朝,也是为了瓷器丝绸等,想和清朝开展贸易。 乾隆认为英国只是一个小国,凭什么和我大清平等交易,于是便拒绝了,还给英国乔治国王下达一道圣旨。 圣旨大致是,我大清地大物博,国泰民安,你们英国对瓷器丝绸感兴趣,大清完全可以赏赐给你们,不用贸易,只要英国归顺我大清就好。 英国乔治国王看完以后一头雾水,觉得十分可笑。 此时的英国国力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,傲慢的大清还依然沉迷在天朝上国,万邦来朝的美梦里,真是可悲可叹。 如今这个圣旨还放在英国博物馆供人参观。 博物馆供人参观。